会来共佛摘生的秘书长 今天会来 因为今天我们四点 舍拉切的院长要来 我特别给他提醒 舍拉切有医疗 国际共生代表大家 应该代表大家来共生 对不对 特别医疗 结果他说他要代表 他们理事长的同意 要报五十万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我们先来 先供养 早上他们隔西安宁念得好认真 念到两点多 帮我们超度 所以等一下我们摆三张桌子 等一下四点的时候 再来供养他们会长 好不好 反正各位钱没有很多 至少有人拿五十万来的 意思是如此 但是无论如何 各位要很精进 但是我讲的是 学育是有时候 我们两天有的都做到九十岁八十岁了 现在要怎么做 所以这叫断层 老义工 但是没有办法 新义工进来 所以用什么方法 才有新义工 所以我们最近就是 要请我们赞讲法师 再年轻一点 要办佛教青年会 慈悲青年 所以叫他要穿漂亮一点 要微笑一点 要用各种方法 当然也希望各位 你把你的小孩子带来 好不好 你们孙子 十五岁 快点去参加慈悲青年会 做什么事情 都去做好事情 你带钱多给他就好了 叫他去帮助众生 对不对 这不是去买衣服 带他去照顾老人 病人 现在这个时代 很多独居老人 很多穷人 很多病人 这个时代 平复越来越悬殊 那时候我们借这个机会 这个缘 除那个吹布施 又可以跟他用佛法结缘 所以往往我看到 很多人拿食物给那些老人 都会掉眼泪 很感动 但是对我们来讲 更欢笑 因为我们学会了慈悲 关怀 接触到众生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 因为我觉得心殿很重要 我们板桥现在做得不错 心殿好像有一点 公司给它滚起来 这一点要改革 要改革 要改革 所以希望大家要多一点的参与 我们法师也会多一点来 我也请很多比丘尼 住两三个 好不好 多一点活动 多一点儿童关怀 社会关怀 不要跟他说 翁星才要去念 念不识 翁星当然要念 但是活活的人 你要接触他 年轻人 社会人士 要办教育讲座 家庭讲座 所以要换脑筋 希望大家来做 各协会的主委 好不好 用你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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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把佛法 多元化 多元化 所以 而且融入在各个团体 因为老师说 隔一条街 外面的人多不多 多得不得了 这里面只有我们这些信徒来而已 没有街上买菜的阿公阿嬷来 下回办法会 你们就托五个来菜 可以进来参加 阿嬷又担菜 我带你来收八观债 吃钱又中途 送黄包给你 你就要来 给他一千块 他来参加一次八观债戒 我们都划得来 了解吗 这一点要想办法 希望我们以后这边的法师 这边的居士 要去想办法 所以但是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管别人 自己不做就算了 不要叫别人不要做 但是不能让到场浪费 所以这一点要 很努力 所以老菩萨 你扶着这去扣老人 少人去扣少人 所以你要想办法 如果主我拍摄 这就是收行 收行 你就要放下爱明珠五尺 你要去背脚 你要想办法 你担菜怎么要把它倒担 你吃素食坐在旁边 洗洗凉 我带你来去 这点很紧张 素食店那么多 你要每天坐 到那里去扣人 我们不是要扣他钱 我们是扣他来学乎 所以民正元孙 这不用拍摄 所以各位要用什么方法 这样你才知道 你越有悲心 佛越加持你 知道吧 你越开智慧 你看佛经就懂 而且会做 但是你越消极 越不想动 越懒 越执着个人的个性 那你就会天天心情不好 不好睡 为什么 众生苦 众生苦 我们是佛教徒 我们不能舍弃众生 所以有些人跟我说 我去拿着菩萨戒回来 天天生病 我说你当然生病了 受了菩萨戒 不度众生 你受菩萨戒干嘛 这些 有行找不到你 无行都找到你 因为你去受了菩萨戒 你怎么可以不动呢 你要适度一切众生 有行无行要度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我们来感谢我们 临近居士 我最近又把冷气把它弄了 我听说花了十五万 对不对 让大家不会吹得比较均匀一点 换了一些新的天花板 他尽他的努力 但是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 所以我在这边公开 这边要请几个总干事 好不好 各组的组长 关怀组 幽默组 幽朗组 不用留情 我跟你说 你只要认真去帮助众生 你自然这个道场有福报 我们以前很多是 抓钱才来 跟他爱求仅存在外来 这样也不好 要钱给人压力 是吧 佛座里面是 别人要来布施 是他心甘情愿 他觉得这个是个福报 对不对 他觉得就像我们去供养 收那钱 我们觉得 谢谢你 我们有福报 对不对 这样可以 因为他们的这种经济 他们的慈悲 我们觉得我们种福田很好 而不是说 我给你钱 你帮我念经 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是 每一个地方 都要努力 好不好 但是也希望大家 开始想办法 综合要有综合的中心 板桥光一个也不行 对不对 一个度 一方人 两个度不一样的人 有大有小 所以我们最近 台中高雄 都有新的中心 包括台东都有 为什么就是要 慈悲的触角 要下去 改了很多 用了很多名字 就是要接引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人事物 让他们学佛 所以各位 我想各位来 我们慈悲之业 那么久了 我们这边没有 有没有金钱的压力 没有 我们只有慈悲 众生太苦了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不会说 要各位要什么大钱 我要盖寺庙买地 我从来告诉他们 不要这样 因为这个世间 到场没问题了 现在要的是 关怀他们的苦 如果大家有福报 有钱 大家可以多捐 没关系 我们现在要 整个台北地区 新店地区的 老农民 穷民 每一户 至少一家 去照顾他 然后给他一点钱 对不对 然后给他一点食物 当然多一点钱 就可以接触很多他们 贫穷的人 这也是我们该做的 有钱也可以做这些事情 但是 但是更重要的是 人的关怀 给他佛法 所以在这一点 我希望 我们所有法师 来了蛮多的 大家要积极努力 积极努力 我现在对法师 要求高一点 对居士 我就客气一点 因为做法师 是受人供养 这个就要精进努力了 你努力地去 接引众生 这样就 为作福田 对不对 所以就按照 戒利源 这个法 写得这么清楚 这么清楚 法师没有高高在上 所以我喜欢跑国外 国外就没有高高在上 我要去扶他们 陪他们吃饭 对不对 想尽办法 就要让他们学佛 最简单的佛法 让他能够吃树 信因果不错 对不对 五戒守不了手 两条也不错 一步一步来 有钱没钱都没关系 再远 有缘 在乡下 我们也会去 所以 大家已经很有福报 各位来这边 已经那么久了 来新殿讲堂 已经超过十年了 你还在 还没去极乐世界 差不多了 可以准备好去了 其他的时间 赶快去度众生 不能浪费 十年 十年要改变 对不对 所以 意思是说 你在这边吸收了十年 你要放一点出去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感谢佛陀 感谢佛陀 感谢施主 想办法把佛法 怎么样的 让街上的 这么多人 这边我街上人的很多 但是知道里面的人太少 就是几个佛教徒知道 那这是我们的责任 如果下回 没有心的人 我就叫义工 你们不要来这边做义工 桌子摆在巷口好了 这里面 法师去住在外面好了 就天天给我站半个钟头才进来 为什么因为 佛法不能 像我已经做模范了 我天天在外面跑 跑头露面 为什么就是要让对方 有机会接触到佛法 我也愿意去接触到 这样 所以并不是说我会讲话 我也不会 但是我至少认真 找资料 所以我也跟法师说 一定要找资料 每天要讲新的法 不要再讲旧的法 退层出新 方法最后都是英国 但是每天要收集资料 收集资料 内容 你也千万不要说 我不会讲话 你不会讲话 你会骂人 你不会讲话 会骂人 都会讲话 那你要 告诉谁讲佛法 那下回各位 居士可不可以讲佛法 可以啊 你去祝念 你去关怀人家 你把你这个经验 要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 这些祝念团 关怀 什么合唱团 各种方法 都要努力 所以我这样说 是因为我再来 我才要出国了 再来三个月才回来 但是我希望三个月回来 看到不一样 好不好 不是三个月回来 还有五个翁星 滚落去 有个碰面 四个要求我 做点 所以你活活的时候 你不努力 死的时候 还要人家祝念 对不对 所以各位了解佛法 人家是没办法 我们才祝念 趁我们现在可以的时候 多多的广结 种诸善根 对不对 广结善缘 用各种方法 老人 小孩 单亲 儿童 外籍 新娘 都要给他接触 接触哪一条 不要光 我不能讲说放生焉共错 但是放生焉共 不是说做这个 其他都不做 了解吗 如果你执着这个才做 其他都不做 那你还离开佛法 佛法是平等地对待起 放生 诗诗 是一种悲心 而不是说 我喜欢这个法门 你喜欢这个法门 又出问题了 又被人执着了 是如何去慈悲 慈悲可以不用花半毛钱 也可以用很多钱来慈悲 我想这是我们佛教徒的责任 希望大家有修悲心 修菩萨道的人 就在个人的家附近 那我们来开会 我们来法会 是为了来讨论如何去对世界慈悲 而不是说 我们来这边得到一个八观灾界功德 参加法会 布施 我有做到功德 这还是一个私心 所以是要把佛法应用在社会上 让这些没有听过佛法的人事物 需要佛法的人事物 通过我们努力 所以我们故意要叫慈悲自业 来自慈悲基金会 慈悲协会 我们现在在金门 澎湖 台湾 每个区都成立慈悲分会 慈悲协会 在国外也非常努力 这样做 在日本慈悲协会也成立了 他们人满多 满积极 我们现在战剑法师把他派到那边了 师父 你叫我不要回家 可以了 回来两个礼拜再去 至少十年 你喜欢这边 人家有福报 你没有福报 你要在这边 结果他一去 那个屋主就是他妈妈 另外对他又是他妈妈 你看都是你妈 因为你一回来就来报妈妈的恩 他照顾你 但是你给他佛法 给他正确的佛法 所以这些都有因有缘的 那一个还不够啊 有没有人自动要去啊 陶地铁也要爬你去 因为那边缺那种 慈戒慈树的出家人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对日本这些华人也好 少数的日本人 现在有一个正式出家的 却很简单的修行方法 我们这个教法 没有生没有浅 只要你保持柔软慈悲 你就每天哈哈哈哈笑就好了 倒水给人家喝 我请你吃饭 这就太快乐了 对不对 因为你有这个人格 那这个佛法你就随缘 因为你的动机已经慈悲了 你学的法都是慈悲了 你的动机如果不是慈悲 你学的法是个傲慢 我是个专业 我会念你不会念哦 我会拜你不会拜哦 那变成互相利用 那没意思 现在的佛法是很简单 谁都可以慈悲 谁都可以平等 对不对 你就对你妈妈 或对你独生子的方法 去对待所有众生 但不要执着 这很简单 你不要跟他讲 什么空性 讲到老半天 他也听不懂 就是不执着 平等的包容 接受佛法 当下就可以 开悟 当下就可以快乐的方法 所以两米多